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部漫威系列电影《无敌好客》 年轻时候的班纳还是一名前途无量的帅气科学家 这一天班纳与军方一起做实验 却没想到遭遇了辐射 这也就是班纳变成绿巨人的导火索 这还真是穷人靠变异 富人靠科技啊 班纳变成绿巨人之后 智商瞬间就掉线了 对着实验室就是一顿杂 这可把其他科学家吓坏了 关键是班纳还差点杀死了自己的女友贝蒂 最关键的是贝蒂还是罗斯将军的女儿 发狂的班纳显然拥有很高的战斗力 若是大批量制造绿巨人的话 绝对是军方的杀手锏 罗斯将军打算继续研究班纳 但班纳可不乐意了 我可是个合格的科学家啊 不是你眼中的小白鼠 说不定哪个数据一出错 我就被弄死了 所以班纳开始了逃亡生涯 之后班纳几经奔波来到了巴西 并向一个大师学习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 因为自己只要一生气就会变身 然后就会失去控制 所以走在大街上不要乱惹事 说不定谁给了他一巴掌 就会出现一个绿巨人 但班纳还要生活 于是就在汽水厂打工 一天他一不小心划破了手指 血液流进了一个装汽水的瓶子里 这些汽水送往了美国 被一个倒霉大爷买去了 大爷喝了汽水后就被毒杀了 因为这可是涉陷感染的血液啊 很快这一消息就被美国军方捕获 罗斯将军就打算派人把班纳弄回来继续研究 班纳依旧在巴西生活着 这一天几个不长眼的小混混把班纳拦住了 看来巴西的治安很差啊 几个小混混对着班纳就是一阵殴打 生气的班纳瞬间就变成了绿巨人好客 对着几个混混就是一顿猛锤 军方也很无奈 变成绿巨人的班纳很难控制啊 那些枪袍根本不管用 又让班纳给逃走了 走投无路班纳准备去找女朋友贝蒂避一避 当她来到贝蒂的大学时 却发现贝蒂已经有了新欢 班纳觉得很无趣只能离开了 但缘分有时就是这么奇妙 这天晚上贝蒂还是和班纳相遇了 两人都很是激动 而且贝蒂也找到了一些资料 很有可能能治好班纳 但在这之前班纳还是得逃跑啊 然而贝蒂的新欢还是发现了班纳 这下新欢就不乐意了 竟然敢抢我的女朋友 于是她就向军方告了密 得知情况后的军方 直接派了伊密将军来收拾班纳 坦克飞机什么的都派上了用场 但这些丝毫不能对班纳造成伤害 后来飞机也坠落了 坦克也爆炸了 虽然班纳失去了智商 但她还是执着地保护着背地 这就是爱情啊 随后两人成功逃脱了 第二天班纳又变成了人类 两人来到一所大学 找到一个博士 希望她能治好班纳 但这些计划又被军方知道了 军方还是不死心 又派人来捕捉绿巨人 班纳最后还是被麻醉枪给打晕了 正当军方开着飞机准备离开时 却发现地面上 还有一个邪恶绿巨人 在大肆搞破坏 原来这个邪恶绿巨人 正是伊密将军 因为他自愿成为 罗斯将军的试验品 所以也变成了绿巨人 而班纳毕竟还是善良的 于是跳下飞机 变身为绿巨人浩克 与之抗衡 随后两个绿巨人 就是一阵打斗了 但绿巨人疲厚啊 打来打去根本就不掉血 而且浩克似乎还打不过伊密 伊密或许是想增加点乐趣 就想干爆空中的那架飞机 浩克可不愿意了 因为自己的女友还在飞机上 为了女友 她爆发出了爱情的力量 对着伊密就是一顿暴揍 伊密也终于被打趴下了 浩克终于赢了 电影最后 班纳来到了加拿大生活 而我们的钢铁侠施塔克先生 也找到了军方科研中心 表示可以让绿巨人 加入我们的队伍 这也就成为了后来的复仇者联盟